颗粒水分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来理个咱们的黄豆地 今天是第一年使用我们的巧克力 今天是收割 咱们这个一亩地是用了多少巧克力 一产地三代二百四十几 咱们用这个巧克力跟往年没用巧克力做对比 效果怎么样 这个效果比那个明显 太明显了 厂地将近多打一吨粮吧 多打一吨粮 对于这个巧克力的效果满意吗 太满意了 包米用不用啊 包米我也用了 包米的产量也比比一年就强 我都产到十五年或者十一年 一产地呗 对 产量年也就是十二吨左右 大哥你给我种了多少地 五十产地 五十产地是750亩呗 来给个镜头看一下 这是用巧克力的效果 这个是没用巧克力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根系哈 它这个根系 就没咱那个 咱的根系好 是不是 你看咱这毛细根这么多 而且根里就这么多 它的巧克力比较小 看一下咱巧克力的夹 我查一下啊 它这是没用巧克力的 查一下多少个夹 十六 十八 二十一个夹 再查一下我们巧克力的 三十二 三十五 三十五加这三个三十八 咱俩四十四 它要封拢的时候 咱们这个就有明显的 那个豆子照应 那长得壮 长得高 颜色也正 颜色也好 它那豆子吧 它那色跟咱的不一样 是吧 但是都一样的品种 都一样的地块 在拢挨这拢 但是它那个情况 跟咱的就不一样 是吧 有圆成丑的 就照咱们那个 就像 长的那个 跟那个瘦子 跟胖子是那个 就这个感觉 但是咱们到后期成熟 这个样子 咱们那种 丑的这个尖上 没有白角 它那个明显丑的 白角很多 咱们农民以食为天 咱们为了多拿点凉 咱们也多这点钱 你看效果这么好的话 明年咱会继续使用是吧 但是必须的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oly